进行磋商 此次谈判有何进展 川普总统在不久前 在推特上发文 表示有意给受尽量影响的 中国中兴通讯公司松绑 这是为了美中经贸磋商 释放的善意 还是向中方投掷了一枚烟雾弹 我们今天就有关话题 邀请到两位嘉宾 与我们一同探讨 坐在演播室的嘉宾 是旅美经济学者 高地智库研究员 秦伟平 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的 那么另外一位嘉宾 是通过skype视频连线 加入我们节目的 美国维基尼亚大学 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 陈昭辉 陈教授您好 你好 总算好 大家好 是的 那么首先想请教 秦伟平先生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川普总统 他是先是在5月13号 他在推特上发文说 就表示有意给这个 受到尽量影响的 中兴通讯公司 给他一个尽快 这个能够恢复 他的经营的这么一个办法 并且说已经这个 指示商务部 然后做相关的事宜 但是在5月16号的时候 川普总统又发文说 这个我们双方的会谈 还没开始 而且他特别强调说 作为美方来讲 没有什么可以给予的 没有什么可以让步的 那么您觉得 就是在现在这个 美中经贸磋商的 这么一个大环境下 川普总统这一举动 是为了释放善意 以便能让美中双方 尽快达成协议 还是说他向中方 投掷了一枚烟雾弹 然后为了混淆 中方的这个判断呢 我觉得兼而有之吧 即使释放善意 也是因为烟雾弹 当川普总统 那个推特出来之后 很多人就在大呼说 那个这么快 美国就改变立场了 就要跟中心松绑 然后就做重大让步 我当时就解读说 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因为我们知道 川普先生 他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 我相信这个 正式谈判还没开始 然后以最终结果为主 包括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不好说 最终这次谈判的结果 是怎么样 大家可以一起去观望 这也是一个 他跟中方谈判的 一个筹码 我觉得是这样子 当然大家会非常重视 也就觉得这是一个 华盛顿谈判的一个插曲吧 是明白 那么陈教授您的观点 是我也 我大概同意 我是大体上是同意的 因为我们这位总统呢 你要看 从他的Twitter account上来看 我们这位总统经常 他说话是很不小心的 他这个人是非常不胜严的一个人 他经常是干出尔反尔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事情 你可以说是 你也看你其他一些报道 就说是 这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那些顾问 对他的 有些人想表示善意 有些人要表示 就是有强硬的态度 所以说他呢 有时候也就是忽左忽右 所以说呢 我认为呢 就要看 判断这个整个走势呢 不要太过意解读 他的Twitter上的 上的那个说法了 最关键的是 要看他对政策上面 是不是有一贯的连续性 OK 所以说我们尽管这个总统 尽管在说话上面 是很不小心 但是他对中国这个贸易政策方面呢 还是有很大的连贯性的 就是他对中国这个态度呢 起码到目前为止 是一贯的比较强硬 是的 那继续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中心通讯 是从美国购买了大量的芯片 我看到有数据说 是几十亿美元的 这么一个规模的芯片 那么中兴这次停摆之后 对于美国的芯片产业来讲 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陈教授 不好意思 是我就是明显是短期来说 确实是很有影响的 就是说比方说那个高通 是不是像高通这样的公司呢 它有大量的芯片 很大一个百分比的芯片 都是卖给这个中兴的 所以说这短期来说的话 对这个芯片生产商是肯定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从长期来说 因为中兴公司如果说是真是 就比方说就是这个制裁是生效了 确实长期生效了 这个中兴公司真是死掉了 但是我想肯定会有其他的公司 在中国会重新把中兴公司的市场占有力 重新会拿在手上 而且这些公司从很大部分情况 还是会继续向美国芯片公司买 所以说长期来说的话 这个影响不会是太大 因为中国确实还需要这么多手机的 是的 那么秦先生您的看法呢 的确中心的像美国那个芯片商 那每年大概是100多亿人民币进口 大概20亿美金左右的进口 那对刚才说的高通也好 比如说还有一个英特尔公司 这些芯片公司 那业绩上肯定有影响 但是我注意到一些报道 说这些芯片商都在讲 我们就服从政府的命令 因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是不是他们就是有影响 有痛苦也得忍着这样子 刚才陈杨树讲的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整个中兴公司 它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短期内如果因为它自己原因 它被市场淘汰了 或者因为这个政策淘汰之后 它这个真空不会永远是 大家不会去填 一定会有其他的公司 不管是中国的公司 还是外国的公司 去继续做这方面产品和服务 那他们一定还会用到 最终用到美国的芯片 所以长远来看 影响其实并不是很大 我基本上也是这样的看法 谢谢 是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 就是如果假设真的 这个川普政府 如这个推特上所说 就是对中兴松绑了 那么或者说 即使它没有松绑 但是川普总统推文 也能说明就是说 在这个问题上 至少是可以谈的 并不是触及美方的这个红线 那么如果这个美方 愿意在中兴的问题上 让步的话 可不可以理解为 在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 这个更大的一个 这个中美双方的一个 碰撞点上 也有让步的可能性呢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中兴最终的命运是如何 但不排除这种松绑的可能性 其实美国这是要惩罚中兴 一方面当然 它是按照那个条例 它是违反了它的禁令 对不对 像那个伊朗出口 这样子违规 用到美国的技术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美国认为说 你用我的产品 用我的技术 你赚我们的钱 然后用我们的市场也好 你不能去跟我们对抗 或者是挑战美国的一个国家利益 或者国家意志 这个是美国不允许的 如果说这一次 让中国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 沉痛的代价 那中国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会不会变得老实一些 那如果说中国政府 真的是态度会有明显的软和的话 或者说它苏联很多的话 那不排除说 美国在接下来 它要杯葛 它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 会有可能会松绑 我们但是还不是很清楚 这其实是一个 就是相当于很大的起 而不是简单的说 只是为了忠心而忠心 这样子 是我们看到这条推文 在这个美国的国会 也是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反弹 对对对 这个民主共和两党 是难得的站在了 同一个这个立场上 都是为 都是这个提醒川普总统说 这个一定要这个慎重 特别是这个参议院的 少数党领袖舒默还说 川普总统你这个举动 可能会让中国再次伟大 然后还提醒川普总统 这个千万不要被中国耍了等等 所以这是川普 他面临很大很大的压力 所以因为这中心的问题 往小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 可以说小了 对对 往大的说 是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个东西我相信 包括总统先生在内 他也不敢忽视 因为毕竟 这个国会的压力 毕竟马上的中心选举的 这种选民的压力 我相信他度下去权衡考量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华盛顿谈判 其实蛮有意思 是 那么陈教授 我们也同时注意到 那么川普的这个经贸顾问 美国的国家经济委员会 主任 库德洛 周二他说 这个川普与习近平之间 他认为是有一种 这个所谓兄弟情谊的 他认为这个 这种兄弟情谊 或许会帮助 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在美中双方 这个贸易谈判的时候 可能会对双方达成协议 有帮助 那么您觉得 首先 这两个领导人之间 真的存在这种 兄弟情谊吗 如果真的存在 这种情谊的话 对于这个经贸领域的谈判 特别是像美中 这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 这种谈判磋商来讲 这种关系 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这个作用肯定是有的 但是的话 我不认为它 是有太大的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利益交锋的 说到底都是利益交锋的关系 所以说的话 就是个人的关系 可能对沟通方面 会有一些好处 但是对真正的结果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确实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而从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看 我们这位总统 你看看从过去 就短短这么一年的时间 或者一年两年的时间 他跟他关系好的人多了去了 你看就比方说 他跟他的关系最好的 像Steve Bannon这些人 到时候通通都跟他反目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 个人关系来说 比如说 我不认为 有太大的作用 特别是对这位总统来说 我觉得不会是太大的作用 明白你的意思 那么秦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 因为两国的国情不一样 对不对 那中国因为习近平先生 他可能掌握很大的话语权 中国的事务呢 如果习近平先生表态 应该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但是美国 川普先生 他还会受到选民的制约 还会受到特别是国会的一个制约 我相信很多事情 即使他自己想做也未必说 完全可以去实行 所以有一定积极作用 但是影响确实 最终还要是重要的是 两国的那种大国的博弈 两国的国家利益之间 这个权衡和妥协 是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 这次刘鹤副总理率领的 这个中方代表团 来到华盛顿 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您觉得这次 和上次相比 这个有什么样的成果 是不是还是 像上次有些人所说 这个中美双方 还是在这个各说各话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离这个美方所规定的 所谓这个60天的这个磋商器 对这个部分中国商品家人 关税的这么一个磋商机 已经快 对 已经没有多少天了 那么双方是否仍是 这个互不让步 然后仍是在所谓的 各说各话呢 我觉得这一次 刘鹤先生率领 那个代表团来美国谈判 比两周前 美国代表团去北京谈判的 明显是要好很多 为什么 两个周前 那个美国代表团去中国谈判的时候 直接都是高层官员直接去 在那个谈判之前 并没有就是说 低级别的官员 再做一些预谈判的处理 比如说细节 大家去沟通一下 完全就没有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说都是部长级的官员 直接谈的话 那个涉及到贸易争端的 那些细节的东西 他们其实也没法去沟通 就是效率如果真的要谈 效率也是非常非常低 所以最终大家看到的结果 是不欢而散 而且是 就是不出大家意料 那这一次 在刘鹤他们率团来之前 已经是有 两国都有低级别的官员 是在就具体的细节 在进行的磋商 磋商了 大概也有一两个星期 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表现出 中美两国在这一轮的谈判里面 他表现出诚意 让大家可以看得到 因为你都不想谈 所以你根本就不派官员 去沟通一些细节 对不对 所以这是大家可能需要注意的 那另外一点 昨天下午是不是 然后川普总统 在他的推特发的 他是跟刘鹤先生 会面的这样一个照片 我们知道上一次 美国代表团去 习近平先生也没有会见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应该说 我觉得是有一点小小的进步 起码就好像刚才讲的 那个发的那个推特说 那个中心要松绑一样 其实也是代表着 美国政府他有一些善意 在释放出来 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他起码态度还是很不错 愿意跟你们沟通 另外还有留意到 所有的消息来源 最终是路透社 好像最早发出来了 中方这是做出一个重大让步 那让步是什么呢 他是在一年内 那个美中的贸易逆差 他要减少2000亿美金 看起来好像是 是说引述美国有关官员的报道 那中国现在在否认 官方在否认 因为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金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因为美方在两个星期间 提的条件是 两年内减少2000亿美金 就是说一年减少1000亿 那中国居然说 一年内减少2000亿 我都觉得这个数字是 就是很难做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像你减少这个贸易逆差 就两条 要么就是减少你中国到美国的出口 要么增加你美国到中国的一个出口 对不对 那这个空间2000亿美金 是多少货值 我们上周节目讲到说 美国的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 有很大空间到中国 你就是把你所有的产能加过去 也可能就几百亿 对不对 你怎么一下子2000亿在哪里 包括波音飞机 波音飞机的订单 有6000架飞机就等着了 你不可能说为了中国 你把那个报表做得漂亮点 贸易逆差少一点 别的国家订单都不做 全部供应你中国 那别的购物怎么办 所以如果中国真的是提出这个条件的话 我觉得其实好像在将美国一局 为什么 因为美国根本就交不出来那么多货 就是说我给你多下2000亿美金的订单 你出不来货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当然你说中国会减少它的出口 2000亿到美国 我觉得不太可能 如果一下子减少2000亿的话 中国国内很多企业可能都要破产了 然后很多工人都要失业了 这是很有意思 背后是有一些基础问题 谢谢 您刚才想说的 这个美方也是适当地表现出了一些善意 但是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 他也说对美中的这次的经贸谈判 这个态度好像不是那么乐观 他甚至还说因为中方是被宠坏了 但是陈教授您觉得 这次的美中双方的会谈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您觉得 我基本同意听先生刚才说的 就是我认为就是从现在美国主流媒体都报道出来 确实这个刘鹤副总理来的时候 确实已经有了这个方案 就是说是能够在2020年以前达到 就是每年的它的贸易资值会减少2000亿 当然了就是所有大战人都说 马上就说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还是少于每年的出口是少于2000亿的 所以说的话 你就说是你要马上能够翻倍 就是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这个出口能够翻倍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很困难 第二个方面的时候 你看现在美国的那个经济发展情况 现在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很好 势头很好 失业率已经降到了3.9 这个是历史新低了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想一下子能够创造出2000亿美元的 这个就是价值的货物 然后再出口给中国 这个情况是很难达到的 对所以说的话 但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有这个诚意 确实有这个诚意 能够答应呢 就是说是能够有尽大可能的 像美国的进口商品呢 我认为呢 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兆头 是的 那么现在也看到啊 这个川普总统似乎是想要尽快的 能让美中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啊 那么此外其实除了美中这个经贸的问题以外 美国和这个 他在这个NAFTA的这个谈判上 也似乎表现出了一种 就想要尽快的达成协议的这么一种态度 这么一种意愿 您觉得 陈教授您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情况 在美中经贸和这个 美国和在这个NAFTA的谈判的问题上 这个陷入僵持对于美国的经济有多大影响呢 实际上呢就是按照现在情况来看啊 对中国的贸易的僵持呢 我不认为会有太大的 对就是短期来说 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相反跟你说 如果说是NAFTA没有成功的话 那对这个美国的经济会有很大的作用 因为毕竟那个很多 那个很核心的部分的那个产品 是NAFTA是墨西哥和加拿大的 就是说这个可能性会大 至于美国总统为什么 这个川普总统为什么想尽快地把这个谈下来呢 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 我不认为经济上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 我认为为什么呢很简单 因为今年马上就是中期选举了 所以说的话 今年年底就是中期选举 如果说是这个总统能够拿一份漂亮的 那个精妙上面的成绩单的话 对他的选举的话 对他们那个共和党选举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我真的不认为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经贸谈判 有什么确实有什么那个deadline的问题 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确实没有什么 就是大家要给他一个期限 他一定要在这个期限里完成 我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期限 陈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川普先生确实是很厉害 因为他不光跟中国之间 要重新谈这个贸易协议 而且是全面开化 就安提到NAFTA对不对 加拿大墨西哥中央贸易伙伴 其实欧盟他们也很多在谈 那真的是这个川普总统 他是很想有一所作为 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想为美国谋福利 对美国选民 然后让美国可以变得更加强大 他做了很多事情 确实选民也看得到 但是中美之间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贸易问题 可能短期内想要去 真的像你刚才提到说 达成一个什么协议 我是完全不看好 他可能在短暂里可以打定一定的协议 但是他长远来说 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要调整 结构也要调整 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未来 未来的接下来两年 我可能都会看到 中美美国这个谈判是 打打停停 没完没了这样 但是像北美自由协议 NAFTA我觉得可能会 相对比较快的能达成协议 就像刚才陈像师讲的 就是美国接下来 今年的中期选举 其实我们生活在美国知道 这个选举是很激烈的 我们走到到处都看到 到处是那个广告牌 竞选的广告牌 对不对 两党之间争夺是很激烈的 所以川普作为 共和党的一个总统 他当然希望说 有一个漂亮的成绩 大家拿出来 然后给选民看得到 继续支持共和党 所以就是这个政治因素 可能要高于 现在这个经济的上的因素 对 因为经济 美国本身的经济状况 现在其实很好 失业率也降得很低 然后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好 而且他的一系列的减税动作 也是蛮得人心的这样子 所以真的美国经济 并没有说像有些媒体说的 我们现在很糟糕 就是因为中国 抢了我们工作机会 抢了我们的发展怎么样 其实他们可能是下一个 更长远的一个期 就是希望中国 要感恩美国 多收敛这样子 可能两国关系 可以正常化之后 对美国又好 然后又没有人 可以挑战美国的利益 谢谢 好的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 那么感谢旅美的经济学者 高地智库研究员秦伟平先生 和美国维基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 陈昭辉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 仅代表嘉宾本人 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观看